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看一个这样的题目 有两个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是无限大的平面 两个 它的位置呢 我们拿这个轴当作是X轴 这个是0 我们把这个当作D 就是说它相隔是D远 好 现在我们另 这个基板它的电位是0 这个基板的电位呢 是V0 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区域里面 从0到D 它的电位函数 跟这个电厂函数 好 现在怎么解 当我们看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要问 这个区域的电位跟电厂 就是要求电位跟电厂 那你就想 我学过什么方法是求电位的 学过什么方法求电厂的 你可以算一算看 我们学过什么方法 比如说我们学过 知道电厄的密度 或者是知道电厄它的分布 我们求电位跟电厂 这有什么点电厄的电位电厂 一群点电厄的电位电厂等等 那么除了知道电厄分布 要求电位跟电厂之外 那么还有就是边界值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学过 Laplace equation Poisson's equation Laplace equation Poisson's equation 像这个 如果空间没有 这个根本就没有告诉你电厄 对不对 那就是用这个 这个就是解边界值的问题 边界值的问题 那我们就 用这个解 那么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它展开 Laplace V 目前呢 你要在这个区域用 Laplace V 你要用什么坐标呢 当然这个用 迪卡尔坐标比较方便 那我们就用迪卡尔坐标 比如说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partial平方V over partial x 平方 加上partial平方V partial y 平方 加上partial平方V partial z 平方 等于0 那么你要解这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V 可以是 xyz的函数 这个V呢 在这里 它可以是x跟y跟z的函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麻烦 因为这是对x为分的 这是对y作片为分的 那么我们就想 我们先看看 能不能够 从它的已知条件里头知道 如果它是一维的话 那就很简单 那二维的话 也还好 三维的话 就最麻烦 那我们就看看 现在它给我们的条件呢 是什么呢 从已知条件 只要x等于0 只要在x等于0 不管你y是多少 z是多少 电位都是0 你x只要改变 电位就变了 x变到这里来 x等于d的话呢 不管你的y是多少 z是多少 v就是v0 因此这个v跟y无关 跟z轴的坐标无关 只跟x无关 我们从已知条件 得知 v呢 仅仅是x的函数 与y及z无关 那既然没有关系 那就是 这个都是0 只剩下这个了 而v又仅仅仅是x的函数 因此我们说 laplace v 现在我们就可以 给它写成 ordinary derivative 要等于0 这个很好解 这个都会解 你这个 我们知道 它是等于 d over dx dv over dx 好 这个等于0 好 这个等于0的话 它一定是 括弧里头 这个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知道 dv over dx 我们令它等于c1 这个是个常数 它是多少 我们可以由边界值来决定 然后我们把这两端 都乘dx 再来积分 那我们就得v呢 等于c1x 再加c2 c2也是一个常数 那就是说 v呢 它 我们写x好了 v 它是 一个线性方程 我们要解 c1x c2 好 我们就将 边界 条件 带入 带入 1是 好 那么 边界条件 x等于 0 这个地方 v等于0 v等于0 它是等于 0加 c2 0加c2 所以 所以 我们知道 c2 就是0 然后x 等于 d 这个边界 v是等于 v0 现在就等于 c1x c1 已经是0 已经是0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就解出 说 c1 要等于v0 overx 好 我们现在把c1c2 带入第一式 将c1 将c1及c2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vx 要等于c1 v0 这个写错了 这是d 这是d v0 overd 乘上x 这个就是 电位函数 这个就是 电位函数 电位函数 求出来 我们怎么 求电场函数呢 我们就游 游 我们先把方法 写出来 1 要等于 f的 partia v over 我们先写 写这个 先写这个式子 求 电场 求电场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 gradient v 它仅仅是 x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只有一个 component 就是负的 x x方向 我们就写dv就好了 因为它是 v就只是x的函数 那这个 带进来 就变成v0 overd 这个就是 电场函数 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最简单的 那我们再换一个 坐标系 来看看 换一个坐标系 换一个 圆柱坐标 看看 我们有 有一个 电缆线 这是它的 内导体 这个是外面的 原住壳 导体 原住壳 无限长 我们 小弟 它是 无限长 你们要把题目 写一下 这个是 a 半径 a 外导体 半径 是b 我们现在 令这个导体 这个地方 v等于0 这个导体呢 v等于v0 我们要求 在 半径 a跟b 之间 就是两个 原住导体 壳之间 的电位 及电场 导体 是电位 及电场 电位 及电场 函数 好 那现在我们 照样 拿到题目 先不要 匆匆忙忙的 就做 你还是 分析一下 电位 跟电场 你学过 哪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是属于 边界值的问题 这个不是属于说 我知道电荷 怎么分布 来求电位 这是我知道 边界值的问题 边界值的问题 由 the plus equation 来解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取 什么样的一个 坐标 才可以求 这个当中 这个当中的 电位呢 那我们是 用这个 圆柱坐标 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就 把 圆柱坐标 的公式 写出来 好 圆柱坐标 你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好 那么我刚刚是说 你这个式子 一定要把它写 全部都写出来 因为你 现在做了 你可能呢 你二年级做 可能你四年级 要用到 那个时候呢 好久没有用到 你记不起来 你看这题目啊 都 都看不懂 你就 有了这个以后 你以后 每次看它都知道 这个就是 有 圆柱坐标的 Laplace equation 的表示法 好 那么在这个 equation里面啊 V呢 它是什么函数呢 它是 R5 跟 Z的函数 三个坐标的函数 三个坐标的函数 那你要做偏微分的话 这个微分方程呢 相当难解 所以我们就想说 可不可以 从这个 以致条件 上面 知道 如果它能够 不要是三维的 二维的 或者是一维的 那就最好 所以我们就从 以致条件 你看 以致条件 告诉你说 R等于 A的时候啊 V是V0 R等于B的时候啊 V是 0 但R等于B的时候呢 不管你是 Z 坐标是什么 不管你的 Phi坐标什么 电位都是一样 所以R一变 V就变了 当V等于R等于A的时候呢 也不管你的Z是什么 也不管你的Phi是在哪里 它的V都是V0 因此我们知道 它仅仅是R的函数 得知 V 仅仅是 坐标R的函数 如果 如果只是坐标R的函数 那么 这个是指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R分之一 DR 身上VR DV over DR 要等于0 当这个式子 等于0的时候 这R不是无重大 R在0 在A跟B之间呢 所以它不是0 那一定是这个为0 如果这个为分等于0的话 Core湖里头 这个就必须是常数 所以R DV DV overDR 要等于常数 常数 我们现在把R 两边都除以R 再乘DR 两边7分 我们就知道 这个V 它是 R的函数 它是等于 等于C1 R分之 DR 再加一个 C2 加一个C2 那这个 我们马上可以 记出来 它有两个 常数 这两个常数 一定是由边界条件 得知 所以VR 要等于C1 natural logarithm R 加C2 第一是 第一是 那么 我们现在就要把边界条件 带进去 边界条件带进去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那么是R 等于 0 等于A的地方 V等于V0 好 于是呢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它就 可以写成 C1 natural logarithm A C2 第二式 然后R等于B之处 V等于0 好 那我们 把它带进去 C1 Natural logarithm B 加C2 这个式子 等于0 我们就解 第二式 跟第三式 我们得 C1 要等于 负的 V0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C2 C2 要等于V0 Log B Natural logarithm A over B 好 解出来了 我们把C1 C2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V2 要等于 负的 V0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乘上 Log R 再加上C2 V0 Log B Log A over B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理一下 把共同向 V0 over Log A Log B over A 我再写错了 提出来 然后里面就变成 Log B over R 那这个就是电位函数 然后我们就解电厂 电厂 好 电厂 我们用这个 Fu的 Gradient V Gradient V 因为V仅仅是R的函数 那它就是等于负的 R Univector DV Over D R 它另外两个component 没有了 好 那这个 我们把这个 维分一下 对R来做偏维分 好 我就不仔细做了 你们回去自己把它做一下 V0 R Natural Logarism B over A 其实你这个就回到这个地方去 因为这个是常数嘛 所以你这对R做偏维分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常数 这就R分之一嘛 对不对 R分之一 好 这个是电厂函数 好 这是 很简单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如果是球坐标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 好 我们有两个 导体圆柱壳 导体球壳 这个是A 这个半径是B 好 外面这个是V等于0 这个地方 V等于V0 我们现在要求二 球壳间 导体球壳间 它的电位跟电厂函数 那因为这是边界值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还是用Laplace Equation 好 现在你要求这个 跟这些位置有关 这个位置用什么样的 coordinate 来 来决定呢 比较方便 那就是用球坐标 因此我们就把Laplace Equation 用球坐标的 用球坐标 把它表示出来 B分子A 我写错了 B分子A 是B分子A还是A分子 我看看 A分子B 解决错了 好 A分子B OK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用球坐标表示 它是等于R平方 球坐标 写出来 那这个V呢 在这个地方的V呢 一般它是三个坐标 Rc的5的函数 那相当麻烦 它要用到特殊函数 来解答 那么我们看看 有没有这个可能 它只是一维 的Laplace Equation 或者是二维的 那当然一维最简单了 那我们还是有 以知条件 以知边界条件 以知边界条件 应该写边界条件 当R等于A的时候 不管你的θ是什么 不管你的φ是什么 V都是V0 可现在这里啊 跟这个θ5无关 但是你的R一变 由A变到B V就变掉了 在V等于B的时候啊 不管你的θ是什么 不管你的φ是什么 V都是0 所以它跟θ跟φ无关 只跟R有关 那么它只跟这个有关 我们可以写 我们可以写 于R 即θ无关 那么我们就可以 所以 Laplace Equation 现在我们只要写第一项就好 可以写 Ordinary Derivative 写成这个 好 这个数字等于0 我们知道R 不是无穷大啊 这个不等于0 那只有这个等于0 这个括弧的微分等于0 那可见的 这个括弧里头的值 要等于常数 两边都除R平方 再乘DR以后积分 乘DR以后积分 那就变成这样子 DV要等于C1 R平方 分之DR 然后再加一个C2 这个积分很简单吧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负的C1 乘R分之1 再加C2 第一是 我们现在把边界值 带进去 这是边界值的问题 你做这种题目啊 绝对要有边界值 这三个字在里面 如果你做这个题目 连边界值三个字都没出现的话 那可能就是没有分数 它知道你用背的 我们考什么题目 就是要 都是要 要先决定说 我考这个题目 我的目的是要什么 我知不知道你用 会用Laplace Equation 用Laplace Equation 它最重要的就是边界值问题嘛 对不对 你边界值一定要写出来 我们说边界条件 那么R 等于A的地方 R等于A的地方 V等于V0 V0是C1 A分之1 加C2 好 现在我们解 Equation2 Equation3 我们解 C1 要等于负的 B-A 乘AB V0 C2 是等于负的 B-A 分之A的V0 好 C1 C2 解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值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我已经整理过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就是 电位函数 好 我们解电场 它现在只有一个component 只有R 所以它就是等于R负的 R PartialV over PartialR 好 那你把这个 做一个片为分 好 那它等于 R R Univector B-A R平方 BV0 好 这个是 电场函数 电场函数 OK 好 这是最简单的 这三样 我们底下就要介绍一般的情况了 如果它不是一维的 它是二维以上的 二维跟三维 那它这个V里面呢 还有R 有θ 有φ 那我们就 这个equation 你要解出来 它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因为它这个R θ 它φ 都在变 那我们现在就 用一种方法 叫做分离变数法 来解拉式方程 好 我们使用 我们分三个坐标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 迪卡尔坐标 我们 23怎么样 少一个负号 V0 这里 这里 这里也少一个 V0 OK 好 谢谢 我现在眼睛 很差劲 我看了血都会 都会看错 好 好 谢谢观看